好同学们今天这节课呢我们继续在拼音王国里面探寻拼音宝宝 找一找剩下的拼音宝宝他们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要找到的是拼音宝宝一约二一起来找一下 来看一看在这一节课当中我们要认识副孕母一约 然后认识一个特殊的孕母二 然后认识整体认读音节 一约要读准音认清醒 第二个呢就是能够正确的去拼读生母和一约 它所组成的音节 知道鸡七锡和约相拼的时候 屋上面的两点要省掉的一个拼写规则 能够在四线三格当中去正确的书写音节词写作业 那第三个学习目标呢就是能够借助拼音正确的去认读叶色雪花这两个词语 能够认识雪儿这两个生字 第四个呢就是要正确的去朗读而歌月儿弯弯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观察一下这一幅图 在这一幅图当中我们来找一找我们要学习的拼音宝宝 看看他们到底都藏到了哪里呢 先来看一看在这儿是什么呢 是一轮月亮对不对 明月那在这呢这是一棵什么树 椰子树椰子是不是非常的好喝呢 那在树下有一个小女孩她在干什么呢 戴着耳机在听歌呢 那我们的拼音宝宝就藏在这一幅图当中 你都找到了吗 来看一看 第一个富云母椰 富云母椰呢 我们可以借助这棵高高大大的椰子树来记忆 椰它就提示椰和椰的音 注意一下这个前面是富云母椰 后边呢是整体认读音节 椰它们两个是有所不同的 整体认读音节椰它的读音呢 要比富云母椰要稍微的长一些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富云母 椰 这个椰它藏在哪里呢 就藏在这轮月亮里面 月亮的月它就提示椰和月的音 注意前面是富云母 而后面呢是整体认读音节 好接着再来找一找一个特殊的韵母 R 这个特殊的韵母为什么这么特殊呢 因为它不和任何的生母相聘 它是单独的成一个音节的 那它藏在哪里呀 藏在这个小姑娘戴的耳机里 R就提示了这个R的音三声R 好它是一个卷舌音 同学们在发音的时候去注意一下 你的舌头是不是卷起来的 RRR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富云母椰它到底应该怎么写呢 站的是哪个格呢 来观察一下 富云母椰它站的是中格和上格的位置 上面呢有一个点是前面E的点 先写E再写E EE相拼呢 就组成了这个富云母椰 那来看一看 这个可以借助这只大大的椰子 特别美味的椰子来记忆 椰子椰子 椰椰椰 再来读一遍 椰椰椰 在写的时候注意一下它的站格 那这个在写的时候 它是一在前 阿在后的 I在一起 就是椰椰椰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富云母椰 这个富云母椰它是怎么写的呢 站的是哪个格呢 观察一下 站的是中格和上格的位置 上格是有两个点的 这两个点在书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它要稍微挨的紧凑一点 那我们可以借助什么来记忆它呢 借助这轮月亮可以记忆它 这个欢花月亮 曰曰曰曰 那在书写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记住它的一个书写的规则 是先写什么呢 先写预再写预 然后两个连到一起呢 就是这个曰了 预在前 预在后 I在一起 曰曰曰 好接着再来看一看 特殊的云母是谁呢 是这个 R 它是一个卷舌音 发音的时候你的舌头是 卷起来的 R R R 来看一看 它怎么写呢 站的是哪啊 站的是中格的位置 只有中格 写的时候要先写谁呢 先写预再写预 然后注意我们可以借助什么来记忆它呢 观察一下 这是什么 一桃大象 对不对 大象的耳朵怎么样啊 特别的大 我们可以借助大象的耳朵来记忆它 耳朵耳朵 R R R 来记忆一下 R 那我们还可以借助它的书写规则来记忆 先写预再写预 预在前 预在后 它们两个I在一起就是预 预 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整体认读音节 耶 这个耶呢 它有一点点的特殊 它和韵母谁相关呢 和韵母耶相关 前面是一 后面是预 那它单独能够组成一个音节吗 不能 所以呢 它前面要有一个生母 这个生母就是谁呀 就是 一 那来看一看整体认读音节 耶 耶 耶 它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 和负韵母耶的发音是相同的 只不过呢 要读的稍微的长一些 我们要记住 这个整体认读音节 耶 再来看下一个整体认读音节 于 这个于 它是谁和谁相遇了呀 是这个负韵母 约 它的组成的一个整体认读音节 但是有同学说了 嗯 老师负韵母上面不是有两个点吗 这两个点去哪了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这个 这个韵母 于 遇到 积 七 西 一的时候 头上的两点 就要给它去掉 所以 人家不是没有点 人家是特别有礼貌的 把点给摘掉了 这是 整体认读音节 耶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耶 它是整体认读音节 在发音的时候 和负韵母 耶的发音是相似的 要读的稍微的长一点 这是我们今天学到的两个整体认读音节 耶 耶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双拼音节 以及它的三拼音节 先来看一看 这个耶的双拼音节 我们可以怎么拼呢 先来看第一个 破野 撇 破野 撇 书写的时候 先写撇 再写那 撇 就是这个 那第二个 的野 蝶 的野 蝶 夏天的时候 花丛里面会有什么 蝴蝶 蝴蝶的蝶 蝶就是这个音 那再下一个 波野 别 波野 别 分别 告别的别 就是这个音 再下一个呢 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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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低头看看 你们的脚上是不是穿了 蝶字呢 蝶 再来看下一个 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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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 夏天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就是西瓜了 再下一个 鸡 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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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一找 你的姐姐 在哪里呢 蝶 就是这个音 那再来看下一个 蝶 看一看 他的双拼音节 来看一下 第一个 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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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音 那这个呢 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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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待 哎呀 千万不要虐待小动物 要保护它们 注意这两个 它们的发音 蝶和蝶 一定要区分开 再来看下一个 鸡 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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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蝶 来观察一下 他的两点 还有吗 没有了 见到 鸡 蝶 蝶 要把头上的两点 给他 去掉 那再来看这个呢 契约 缺 契约 缺 缺口 缺 再来看这个 西约 学 西约 学 上学 放学到 学 发现没有 都把两点给 去掉了 见到 鸡 七 西 一的时候 是要把两点 给他 去掉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在这一节课当中 我们需要 绘读的几个生字 来观察一下 这幅图 在这幅图当中 都有什么呢 它是在什么时候呀 是在晚上 对不对 是在晚上 天上有什么 月亮 还下着什么 雪 有雪花 那称之为晚上的是什么 就是夜色 这个词 夜色代表的就是 晚上了 好了 老师一起来 拼一下 夜是一个 整体认读音节 不拼读 夜 夜 夜 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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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 色 来 就是这个词 那第二个呢 来 拼一下 西约 雪 西约 雪 西约 雪 和哇 花 和哇 花 和哇 花 雪 花 来 白白的 这些就是雪花 还有一个漂亮的 小雪人 这是在这一节课道中 要求会读的两个词语 夜色和雪花 那再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要求会认的两个生字 先来看一看 第一个和老师一起来拼一下 西约 雪 西约 雪 三生 雪 雪这个字我们来看一看 它到底要怎么写呢 来看一下 第一笔是 红 第二笔呢是 点 第三笔是 红高 第四笔是 树 第五笔是 点 第六笔 点 第七笔 点 第八笔 点 一定要注意这里边是有四个点的 千万不能够写错 然后第九笔是 横 折 第十笔是 横 第十一笔也是 横 十一笔写成一个 雪字 那雪字我们可以组词 雪花 还可以组词什么呢 下雪 雪 人 对不对 找一个句子 一片片雪花 从天上 飘了 下来 冬天的时候 才会 下雪 好 接着再来看一看 第二个 我会认的字 来 何老师一起来读一下 儿 儿 儿 这是那个特殊的韵母 儿 它不和任何的生物相拼 单独呢 就可以组成一个 音节 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儿 它要怎么写呢 第一笔是 撇 第二笔呢 是 鼠腕高 我们可以组词 儿童 还可以组词 女儿 儿子 等等 叫个句子 这个书包是 六一儿童节那天 爸爸送给我的 儿 好 接着再来看一看 我会写的这个 音节词 先来一起拼一拼 西野 写 做 作 业 写 作业 那这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写作业 对不对 来看一看 这个音节词 它到底应该怎么写呢 站的是哪个格呢 中格和上格的位置 先写 写 这个音节 这个写在书写的时候 要注意中间的这一个 一 它的点是在上格的位置 那它的音调呢 是标在了 儿的上面 那这个作呢 它的音调标到了哪啊 标到了 儿的上面 夜 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 音调标在了儿的上面 那我们来看一看 写作业 这个音节词 一起来写一写 站到中格和上格 注意标调标到哪个预模 上面 写作业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节课的课文 这一节课我们要学习的课文是什么呢 月儿弯弯 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月儿弯弯 月儿弯弯 挂蓝天 小溪弯弯 出青山 大河弯弯 流入海 山路弯弯 到校园 那这首小儿歌我们在朗读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呢 注意他的断句 应该从哪开始断呢 前面四个字 后面三个字 这样去断 月儿弯弯 挂蓝天 小溪弯弯 出青山 大河弯弯 流入海 山路弯弯 到校园 是四三 这样的一个断句的节奏 除此之外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月儿的这个儿 它是一个单独的音 它不是一个儿化音 它是一个单独的音节 要给它读出来 月儿弯弯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在这首小诗当中 它有一个多次出现的重复的谍音词 是哪个词呢 是这个 弯弯 对不对 月儿是什么样子的呀 是弯弯的 那小溪呢 它也是弯弯的 大河 大河也是弯弯的 山路呢 也是弯弯的 像我们介绍了它们的形状都是什么样子的 同学们把这首小儿歌呢 再来一起读一读 课下的时候一定要多读几遍 好 接着我们来归纳总结一下 在这一节课当中 我们认识了两个副韵母 耶 约 还认识了一个特殊的韵母 R 了解到了它们的读音 以及写法 同时我们还学习了两个整体认读音节 耶 约 还学习了一首小小的儿歌 月儿 弯弯了解了好几种事物 它的样子都是弯弯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典型的题解 来看一看第一个 你能根据下面的图画写出韵母吗 试一试 这道题呢主要就是在考察 大家根据图来写韵母 你看一看是不是认识图上的这些事物呢 你能不能根据这幅图写出来它的韵母呢 观察一下 第一幅图是什么呀 是一轮弯弯的月亮 对不对 那月亮里面含有哪个负韵母呢 含有的就是 鱼 第二个呢 这是一个什么 耳朵 对不对 那耳朵与哪个特殊的韵母有关系呢 好 R有关系 再来看一看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一片叶子 对不对 那叶子的叶和哪个韵母是相关的呢 和音是相关的 好 这道题呢就是在考察大家对韵母的一个掌握 首先我们要观察图片 然后呢 再根据图片找到对应的音 知道它的音节 找到它的韵母 好 接着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典型的题节 给下列划线的字选择正确的读音 我们要根据这个划线的字来看一看 它到底读什么呢 先来看一看第一个 第一个词语当中划线的字呢 是这个写字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词语 和老师一起来读一下 写字 写字 让我们来看一看哪个音是正确的呢 先来看一看第一个 吸语写 第二个 吸语写 它是读几声啊 是读三声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第二个 再来看下一个 学 习 那看一看它的读音 第一个 吸语写 第二个 吸语写 都是读二声 在音调上面没有差别 那就要看一看书写是否正确了 发现没有 这个上面有什么 两点 而这个呢 没有两点 这个小于见到 积七 吸一 要怎么样啊 去掉 两点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选择的是哪一个呢 是第二个 再来看下一个 数 叶 数 叶 叶 读的是几声 读的是四声 来观察一下这两个读音 第一个 叶 第二个 叶 选择的是哪一个呀 是第一个 四声的 再下一个呢 月亮 月亮的月 来看一看 这是在考察什么 它的书写 哪个是正确的 这个 带了两点 这个呢 没有两点 刚刚强调过了 小于见到 积七 吸一 要怎么样 去掉 两点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的是第二个 好 那这道题呢 就是在考察大家 给汉字选择正确的拼音的能力 要考察它的书写 考察它的标调规则 还在考察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个汉字 同学们呢 一定要先看清汉字 然后再去读 再去选择正确的读音 好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拼音宝宝 还有呢 下一节课 我们要继续寻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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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